我是标迷 你们好 又是我No.7 Watch 朱仔 如果聪明的你看到这条片 一定会猜到我 是有最后一条片的推介 虽然今天已经是第五条片 超标完成 但因为昨天朱仔拍了三条片 所以今天就追回进度 镜头前面这一只 是双十一的第四击 怎样第四击法呢 有多击呢 就是一只Marvin瑞士标 看到瑞士标 会不会很贵呢 朱仔是跟公营商 悉心沟通过 找了一个性价比值超高的 突破新低价的价钱 介绍给大家 2 year 的保险 2 years 这个International Guarantee 好了 Marvin是1850年 其实是瑞士製造一个手标 其实朱仔也介绍过几次Marvin的手标 今次就介绍机械标 Marvin有一个保险卡 还会有一个 packing box 这个packing box挺漂亮的 挺有型的 如果买个标迷就一定知道 有个王冠仔 好了 三颗颜色三对的配搭 情侣装 只是拍女装 我发觉 受欢迎的程度 真的不一样 今次就介绍对装标 一套的买 Marvin 正装标 很漂亮 其实如果之前买过Marvin这个品牌 Marvin这个品牌 Marvin这个品牌 就一定知道我在说什么 不论是机身 是自家的in-house movement 再加上是做了高频机身 正装标提到这件事 就有三针加单力 其实正装标我自己觉得 我认为买一些稳定的颜色会比较好 因为正装标很多时候 譬如我们去一些场合是斯文一点的 我们想会戴正装标 今天就是介绍正装标的对标 白色的是第一个出场的白色标盘 劍型的指针 再加上牙仔型的 杜三角的黑度 日力枪和标盘都是白底黑字 你看到尾边的位置做了光线的标圈 玻璃就用上了蓝宝石的玻璃标面 不如试试蓝宝石玻璃标面 它的质量给大家看一下 不如准备一支筆 我本来想不需要了 不如有些标迷没有看过 我之前拍的Marvin 我给他个质量看一下 蓝装 这是蓝装 用了一点柳斗形式的标冠 标冠有点藏了 那标冠呢 打側看 它也有王冠仔的logo 有个王冠logo 看到吗 有个Marvin的王冠logo 唯独是有点微中不足 就是我觉得 12点为止对下Marvin的logo 它没有做到金属片 如果做到金属片 或者Marvin的字 做到金属片 会更加高档 一个自动的机械 全自动的 Marvin用什么机械 是ETA 还是SW 还是STP 统统都不是 等一下再开股给大家看 这个是Marvin的设计 标带和结尾都是用了实心钢 耳带也用了实心钢 标脚到标鞋 都做了实心钢 316L的不手钢外壳 你看到它的拉斯抛光打磨也很漂亮 你看到蓝装这一款 曲统位的流线感做得很漂亮 标脚收得很漂亮 抛光 老实说 我自己觉得这款Marvin 比起东方星 真的可以说是同级漂亮 比起高阶的东方星 拉斯的不手钢 你看到这裏有Marvin的logo 这个是Marvin那两个创办人的logo 亦都在四点位置 我暂时还没有很认识用这个手机 怎样可以focus到那个logo 其实就是一个徽章的形式logo 好在这 好了 先看看 好 接着我们看看这个 这个 标的特色在哪裏 大家猜一下 我等下先开估给大家看 先看看铝装 铝装 看一看白色 白色的都是有铝装一套 同样的标脚的设计 logo也是在 同样的设计 但这个曲组位收得弧 弧度会比较多 同样都是同等的机身 机身也不开估 机身和他的特色也不开估 标扣做了蝴蝶接扣 上面也有Marvin的logo 按键打开做了光身的口桥 胡蝶桥 上面做了一个鱼鱼文的打磨 有鱼鱼文的打磨 还有Marvin的logo 外面也有 里面也有 里面也有鱼文的打磨 全不秀钢 先看看标底 标底做了一个螺旋式锁的透视底盖 上面也有鱼文的鱼文的鱼文 然后也有鱼文的鱼文 南宝石玻璃标面 M161的摩托组 还有鱼文的鱼文 还有鱼文的鱼文 还有标底的位置 封锁的位置也没有做到快拆扣 有点微蹤不足的地方 我也要告诉大家 大家还没猜到 究竟它有什么特色 在标盆上面有的 好了 一只静装标 看看第二只颜色 哇 其实它有三只颜色 这个黑色的标盆 做了放射盛文的黑色标盆 两只颜色 黑色和墨绿色 是一齐的 黑色和墨绿色 也有蓝装和对装 有蓝装和对装 这个标盆挺漂亮 也是做了蓝宝石玻璃标面 试试蓝宝石玻璃标面 硬度究竟有多硬 好了 9度 10度 10度 爆了 整条巴叉爆了 10度硬度 蓝宝石玻璃标面 再加上 它是 9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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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度 最弱的地方 9度 都是 好了 蓝宝石玻璃标面 防刮花 耐磨 再加上黑色 黑色是很光档瓷 它做了放射盛文的黑色 同样 标面也有特色 好了 大家猜不猜到 八点位置 马芬的手标 都会用上了红色的黑度 红色的黑度 红色的黑度 看看它的夜光方面是怎样 十分针 加上黑度 都大有夜光 我先移开一下 我展示一下 野光给大家看一下 那野光 你看到黑度 转了红色 那这个是 马芬自己品牌的特色 好了 十分针 加上黑度 都大有野光 而野光 非常之 都清晰 非常之清晰 不算是超级光 但都清晰而看的 但难保石的硬度 非常之硬 标官同样有它的细节位 标機身很鲜薄 28石 先透露一下 瑞士製造的 是自家机芯 这个机芯 这个机芯也很厉害 叫做Marvin M620A的机芯 这个机芯是高频机芯 28,800的震频 动力儲能到40小时以上 至于它28石 比起Akta或者SW 比起较多石数 较稳定一些 而且日不差值方面 它能够做到 正负12秒之内 所以非常之准确 这个是很值得推介的 瑞士老牌 173年的历史 短不短 长就非常之长 因为猪仔也没有173岁 猪仔很小 所以 这是一个瑞士老牌 非常之美的设计 最后 绿色 也是猪仔最欣赏的颜色 我最喜欢的颜色 写着瑞士製造 同样有夜光 试一下 踢下标冠 踢下标冠 我们试一下向下转动 顺时针方向教时间 教到6点多钟附近位置 半格 我们教个力昌 半格 我们向上转动 教个力昌 他教的手感也很好 很紧致 好 试一下上年的手感 上年的手感 老实说 上年的手感 都是跟这个 ATTA 跟这个 SW SALITA 差不多 差不多 老实说 我自己个人认为 比起 日本标来说 东方 或者 精工 他们上年的手感 比Marvin 跟ETA差不多 跟ETA差不多 好了 整个标的外壳 到它的质量 重量方面有多少呢 职经有多少呢 好了 男装女装有多少钱呢 现在通通开顾给大家 这个标做了5个巴格防水 洗手下雨没问题 男装的重量 150.8克 有些手感 有些手感 100克 好了 两个重量都分别 给大家看 至于直径方面 有多大 看看 我计算出来 男装应该是 41M左右 40.9M的标径 41M左右 Bassel圈 40 Bassel圈 厚度 10.1mm 厚度 厚度很薄 脱脱脱就48 好了 标带宽度 就是 20M左右 20M左右 至于女装呢 女装有多大呢 女装呢 就是 33.9M 直径 厚度呢 10.3mm的厚度 而脱脱脱就去到40.6 好了 脱脱脱就去到40.6 其实女装就比较的色少少 34M左右的标径 真的是给女生的了 那我试一下 不如拿个2元印和大家比对一下 等一下 戴了个女装给大家看 这只女装呢 就是 墨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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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下摆个2元 给大家比对一下 刚刚大 2元就是玻璃 差不多大 未计标学的 比例就是这样 这个墨绿色的 女装 34M的标径 好了 那女装的白色 试下带给大家看 白色 白色就清晰而看 墨绿色 正装标 带少少调皮 高档 做了放射性文 白色就没有做放射性文 实白色 黑色也做了放射性文 黑色 黑色也漂亮 有点难选 但如果真的要选一只 我先表态我会选墨绿色 我自己会选墨绿色 或者黑色 我未必会选白色 因为白色没有做放射性文 我喜欢放射性文 冰冰的闪 好了 那男装又怎样呢 还有多少钱呢 我猜大家一定听到这里 十多分钟的 很心急 拉到最后面 要多少钱呢 朱仔推介 超顺价 他的建议零售价 6180元一只 6180元一只 朱仔推介 四七折 四七折 即是多少钱呢 兩年保佣 五千九百九十九 两只 五千九百九十九元一对 一对可以选择不同式的 一对 一只男一只女 五千九百九十九 那如果你说我要两只男 可以吗 我另一半都最大便 都可以 那我答应了 和我供给商商谈了 一只呢 买一只可以吗 都可以 是的 破身低价 三千三百八十元一只 三千三百八十元一只 那如果一对是男装 或者一对是女装 那多少钱呢 就是呢 加三百元 五千九百九十九 加三百元 六千二百九十九 六千二百九十九 是的 一对男装 这样一对男装 那如果你说我一对是 一只男一只女 就最划算的 一只男一只女 不同式都可以的 就是五千九百九十九 这样一对 五千九百九十元一对 瑞士製造 南保石玻璃标面 自家机心 高频两万八千八 正负十二秒 儲能四十 大于四十小时 二十八石 自家机心 瑞士标 所以超级顺利的价钱 好了 那 最后 带上白色给大家看 那看到这里了 一位 comesic 呢 小身柜 那 auto 那 aç 在区别卖 很大 最后 亦会开很多 对 各有一对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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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划算 一只男装 一只女装 呀 禮善 average 所以 gress mature 只有六千 二百三十九 如果 他 我一個人單率買的是老婆不喜歡標鏥 另一杯不喜歡標的沒有對象送 3380元一隻 這樣的瑞士正裝標 會� у倒あんない 因為它的造工 singular 帶帶高ême 完全是橡屋屠 很 voisin感 還有 還有的加法 geek 有八點分辨 有固域 機身很淺薄 打磨也偏好 希望你喜歡這個雙十一Marvin的推介 瑞士標的雙十一前哨節 希望你喜歡兩年保養 有原裝俠,有國際保養證 拜拜